从满清到如今的中国疆界 中国疆域在近短短300年时间里 和计丢失了将近603.46万平方公里那么多的土地 这其中被外国军队强行占领的岛礁还未计入其中 目前中国疆界原小于中国历史上鼎盛时期的唐朝 元朝、明朝与清朝的疆界 即使是哪海域面积说是 如今的中国也还没曾经可怜的宋朝海域大 这603.46万平方公里中 我们的邻国俄罗斯侵占的最多达到了惊人的444万平方公里 其中1689年通过尼布楚条约侵占外星安岭及俄尔古纳河以西 约25万平方公里的中国国土 1727年通过逼迫清政府签订恰克图条约 侵占中国贝加尔湖之南及西南约10万平方公里 1790年至1840年俄国通过各种条例侵占约12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1858年俄国又逼迫清政府签订爱辉条约 侵吞我国混同江以西黑龙江以北外星安岭以南广大地区面积约46万平方公里 1860年通过北京条约侵占我国混同江及乌苏里江以东新凯湖附近约43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1861年至1883年这短短22年时间里 俄国又通过各种极口或条例侵占了清朝多达18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1895年光绪21年 新疆及西地区帕米尔地方 约1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也被俄占去 时间来到民国10年 苏俄缩使唐努乌两海独立 1944年这块土地也正式被亲并 总面积约17万平方公里 印度占去藏南9万多平方公里 如今的藏南地区曾被解放军夺回 但出于友好 解放军放弃藏南盆地 转而恶守旁边的山峰 死后便被印度恶意占领 1960年中缅边界签约时将云南西部清朝 便属于中国的土地友好的化归了缅甸 如今这一地区成了缅甸与印度的争议地区 在沙俄、苏联的操纵下 外蒙古的独立 同样也造成15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流失 被越南占去南中国海 大小鸟羽也超过了29个 以上领土合计共为603.46平方公里 其中还有部分没有统计到 如此庞大的领土面积超过了世界绝大部分国家的领土面积 简单地说便是这比印度与阿根廷的国土面积相加还要多呢